针对三月初在台中市发生的夜店大火事件 侦查终结 检察官对夜店老板王明哲 以及表演活舞的朱传义提起公诉 分别求刑六年以及三年六个月 而另外台中市政府的约顾人员张上义 也因为涉嫌收贿被求处了五年的徒刑 阿拉夜店的这把大火 毕竟酿成九死十二伤 也烧出隐藏背后的公安问题 检方五号侦查终结 业者王明哲和武者朱传义都被起诉 分别求处六年和三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其中王明哲被检方认为恶行重大 以业务过失自死罪起诉 第一个是他违规的方式是有违法的附水附队 那另外就是他针对店里面的相关的设施 明知道有违反到相关的建筑法规 并且有危险 那长期以来放任不管导致这个火灾的发生 检方调查发现 王明哲经营的阿拉夜店 97年5月因为有违规营业使用 被市府联合稽查小组断水断电 不过王明哲还是私自请人接水电 继续经营 加上里头充满易燃的泡棉 还是没有改善 已经明显处罚 另外阿拉夜店之所以可以擅自接回水电营业 是经过都发局的张信约雇人员承办 收受五千块的贿赂之后 即让阿拉夜店在不符规定的情况下协助供水供电 检方也求除五年徒刑 不过是否有市府官员涉及收贿 检方说没有进一步证据 针对其他公务人员会行则的部分 检察官与厘清之后认为均无涉嫌 刑事不法予以牵结 而在阿拉夜店大火之后 立法院也通过消防法修正案 明定公众场所禁止明火表演 没有经过许可而表演明火 可以除三万到十五万的罚还 希望黄阳补牢 市府也要求各单位引以为鉴 落实公安的检查工作 记得您健身棚换群 台中报道 使用平板电脑和智慧型手机的人 越来越多 不少人因为从早到晚都在上网 结果出现了眼睛酸涩 视力模糊 或者近视度数加深的情况 也是特别提醒 电脑萤幕不要离眼睛太近 而且最多使用半个小时 就要休息一会儿 打开平板电脑 玩着最喜欢的愤怒鸟游戏 自从陈小姐买了平板电脑之后 无时无刻都捧在手上玩 像这位留同学 更利用等公车的时间 拿出智慧型手机来上网打发时间 最近这半年来 就是我的那个度数就是加深了 从600多度已经加深到800多度 我大概一天会玩三四个小时 因为平常没事的时候 就可以拿出来消息一下 随着平板电脑及智慧型手机 越来越普及 常常可以看到学生及上班族 在通勤途中猛盯着3C产品看 因此就有眼科医生发现 最近求诊的人数增加了35% 其中又以25到40岁 这个年龄层最多 还有半数患者是手机或平板电脑的 重度使用者 就连后诊时也不放过 医师忧心 近视的人 长期使用电脑容易罹患眼部的疾病 甚至因此导致失明是正常视力者的两倍 医师表示 由于平板电脑智慧型手机的荧幕字体比较小 如果在捷运或车上等摇晃的环境下使用 更容易让眼睛疲劳加深近视散光 因此 医师也提醒民众操作电脑时 萤幕距离眼睛不能少于33公分 每次使用20到30分钟后 眼睛就要立刻看向6公尺外的远方来休息 一旦出现眼压高 眼睛干涩 视力模糊等症状 就要立刻就医检查 接着我由于张国良台报导 在画面上您看到的这一只海马 叫做豆丁海马 体型非常娇小 只有一公分大小 难得一见 而最近就被潜水客发现 现身在基隆的八斗子海域 而这也是北海岸第一次发现豆丁海马 如果没有非常仔细看 实在很难看得出 这片海上珊瑚中间 站着一个微微晃动的小生物 透过照片再看个清楚 全身粉嫩 真正的小鼻子小眼睛 模样超可爱 它就是潜水客 梦寐以求想看到的豆丁海马 只有一公分大小 上个月底潜水客Marco 在台风过后跑到基隆 八斗子有名的景点潜水 没想到竟然就这样发现了一只豆丁海马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真的是乱喵喵到的啊 第一眼看到你的感觉跟反应是什么 就可能就骂了一句脏话说 我怎么可能这样子 台湾早就在兰嶼墾丁等海域 发现豆丁海马 不过却是第一次在北部海域被拍到 不只潜水客很兴奋 学者也说非常难得 尤其这个地点离岸边不远 观赏更容易 但还是要呼吁有心人士 千万别偷走它 包括豆丁海马 包括这个海膳 它工程海膳 在水株光目前是养不活的 也不能买卖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欣赏就好 由于2009年就发生 墾丁的豆丁海马 连同它共生的海上珊瑚 一起被偷个金光 让当初公开豆丁海马的学者 郑明修很遗憾 现在好不容易也在北海岸发现 他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对待 这支海中交客 让它在这片海域平安活下去 接下来临近埋龄 之间台北报道 今天的手语新闻通 要来学学海马的手语 有两种笔法哦 第一种是模仿海马的尾巴 勾住东西的样子 海马 而第二种手语是两只海马尾巴 勾在一起 这样也是海马的手语 您觉得像不像呢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或是陈连桥 今天我们要来学的是 跟休闲有关的手语 小朋友玩溜滑梯 要手规矩 不要推挤 手语的结构是 孩子 溜滑梯玩 轮流 要 挤 步 一手手指并拢 代表斜坡 另一只手伸出大拇指 跟小指代表圆 然后从斜坡上滑下去 就是溜滑梯的笔坝 小朋友玩溜滑梯 要手规矩 不要推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